南宮古社為了高雷的學生擁有外套的好習慣 特別在這學期辦理文學中 占對學生的外套性格辦法中筆 這類的中筆都是老師和主任 特別為他賞名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想說既然是每個連擊都有一套 那我們就必須要那個連擊 我們就符合那個連擊的設計一個 以那個連擊為主題 例如說一連擊的今天一名 那二連擊的 我們財官二友我們就是從北宋裡面的 去找北宋一個成語 西雄說它的長書很多 可以多了兩座山都是長書 東雲三位我們是從原來是德琪三位修改 然後接下來 文明四位我們就直接修正 從原來的文道的那個文 修正成文章的文 哈欣拿到這個特別的中筆 對他們來說不僅是坤丁 西雄大師可以老做紀念的回憶 我覺得老師們想的這個很有趣 因為這個我之前 我之前都沒有聽過這種 那個成語到現在才知道 沒想到老師可以把成語 融入在獎盆裡面 我覺得很別具特色 因為以前都沒有這種文學獎 說到的時候也感覺很開心 這件文學中的語討提供 蘇生的回應非常好 學長表示 未來烏克林也會繼續基盤下去 作文跟閱讀這件事情 對學生來講非常重要 那一晚我們都只有頒獎狀 那在老師的討論之下 我們決定說給學生做一個比較 能有代表意義的獎盃 讓他們可以做一個紀念 那我們也藉由這第一次來試驗看看 如果學生的很喜歡的話 我們可能會把它擴大幾半說 每學期來一次 或是獎盃數可以增加 為了高雷的學生掛頭 學校老師和竹林真正是非常認真 在中背也都是經過特別設計 蘇克得一個理事故事和成語 是適合中背的名 這麼認真的設計也讓大家感受到 學校對學生的用心 幾家國用品彩虹不得